各位好 在網絡平台見到一件很搞笑的事 有個室內設計師 很大膽地 拆了結構的主力牆 然後還要接受訪問 還要輸出平面圖 但是這條片 現在已經不見了 為了大家可以一倒為快 我現在就播給大家看看 看完後再談 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ky 看過這麼多間設計單位 我認為往往最考設計師功力 就是要將一個事事正正沒有特別的職 按照護主的喜好和要求發揮鈾為神器 今集我和大家參觀一個600多呎的設計單位 最大的改動就是將三間房 打通成一間大的主人套房 而設計師在佈局上 都用盡了每一個空間 沒有多餘的位置 看完之後 大家也可以下面留言說一下看法 有機會獲得咖啡禮犬 在開始之前 先多謝大家一直以來的支持 令到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在短時間內有3萬訂閱 我都猜3萬訂閱了 快去大家幫幫忙 詳情可以看回Community 還未subscribe的朋友 就快點訂閱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按旁邊的鐘 不經不覺日出康城已經去到最後的第13期 由2005年批出第一期的發展權開始計 至今已經橫跨了大約18年 是香港發展年期最長的住宅群 今次參觀的設計單位 就來自最早一期的首都 由長室和南風打頭陣發展 在2009年入伙 屋苑由5座的物業組成 每座再細分座左右兩翼 合共提供2,096房 單位四號面積由517呎至840呎 涵蓋2房至4房套戶型 主打3、4房的大單位 其中3房戶就佔總貨數超過一半 3房單位是分了兩款間隔的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其實我們在去年都拍過一條 在首都的室內設計片 當時的單位就屬於3房套連儲物房間隔 房間就分佈在客飯廳的左右兩邊 今次我們看的單位就是另一款間隔 沒有儲物房 但都有間主人套房 3間房就分佈在走廊 客飯廳就沒有那麼多門 感覺上就好放東西 單位上面積681呎 雙連一個大約32呎的露台 雖然好事正 但由於當年發展商的起樓模式 是採用廳大房小的格局 主人套房的闊度只有約6呎 所以都比較難滿足到 護主想要三邊落床的要求 考慮到單位只有護主夫婦二人居住 所以設計師就好大膽地把三間睡房 連走廊一拼打通 變成一間大的套房 單位另一個大的改動 就是將原本的緊廚變為開放式廚房 究竟出來會是怎樣呢? 立刻入屋看看 原關是屋主和客人一天門口之後 第一眼會看到的地方 所以不少人都說 原關是會定調了全屋的設計風格 這裡一進來 設計師就鋪上了淺色的布紋牆子 和用白色木紋來造陷入式的原關櫃 相信這種簡約素藝的感覺 都會是全屋用式的主調 我很喜歡這塊鏡 因為它很大 很方便我們出門前整理易用 不過其實這塊鏡是暗藏了原機的 這裡安裝在燙門上面 這裡拉開裡面是客廁 客廁不算很大 用燙門就可以增加空間的彈性 令到洗手盤可以退出一點 不用正對座設 又可以偷多少少位做大一點的原關櫃 增加深立量 貫徹走廊的用式 客廁是白痠痠的 所以就算沒有窗 感覺都很光猛 也有各大視覺錯覺的效果 但這種白痠痠的設計 總不能夠用在全家屋 所以來到客廳開放式廚房的位置 設計師都用了一些 木色面、磨砂皮和炭黑色金屬等等的物料 去點綴 好像是電視牆 就用到面積比較大的白色為紋顏板 透過紋理來中和全屋的白色調 亦可以低調地帶出奢華感覺 業主的風格上 其實都偏向一些白色 簡弱的東西為主 我們將中間帶出一些 旁邊的感覺 會比較硬的線條 所以我都會用圓角去修飾 在空間上 我用了一些流白的方法去做人處理 例如沙發旁邊 兩邊旁邊我都沒有擺茶几 或者是一些矮櫃等等 因為我們都想留一些空間給業主 去購買自己想要的東西 或者放一些大型的收藏品 原來南戶主收藏了很多黑膠唱片 亦都有不少畫作、大型雕刻品等等 所以一個有空間感的客飯廳 對於戶主來說就顯得非常重要 不過對立面就是會少了收藏空間 入到來 我覺得收藏空間都不算特別多 主要都集中在這個位置 另外其實在一些鬼書位裏 都藏了一些儲物空間 就是在這裏 這張弧形線條的吧桌 絕對是客飯廳的焦點 除了成功把廚房拉出來之外 我覺得更加是一個 將廳區每一個獨立空間 連在一起的位置 對於我這個業主來說有很多不同的作用 第一它不想有一張fix的餐桌 因為實際上只有兩個人居住 它亦都希望有一個吧桌 可以很輕鬆地坐在那裏 可以做它自己想要的手空咖啡 或者是拿著Laptop就可以進行它的辦公 但我們亦都想突顯那個位置 是一個屬於有不同用途的地方 所以我們都希望用一些線型的吊燈 細細枝去遷就整個屋的線條 如果是一個很fixure 很standard的類似那些 dialing吊燈 其實就不是很合適的 那圓織由這裏進來 就是一個緊處 都可以做到三邊的工作檯面 不過大家都應該可以想像到 如果放了一個雪櫃 其實空間又不會說真的很大 現在就轉了開放式廚房 將雪櫃就移出了 所以整個感覺都寬敞很多 雖然這個開放式廚房 在空間佈局上是凹進去 但如果工作檯面放了些東西出來 很凌亂的話 都會挺覺眼的 所以設計師就專門在電磁爐旁邊 做了一個陷入式的層架 收了一些調味料 酒杯等等 又可以令廚房網絡沒有更換 多些層次感 原則這裏是有三間房 本身就在這裏有條走廊 走進去 不過現在因為上那個客飯廳 連開放式廚房的感覺可以更痛一些 所以設計師就把走廊 入房的位置搬過來 這個位置 其實這樣的調動 對於房內的空間配置都有幫助 大家試想像一下 如果房門在原先的走廊後開 就算打通了所有房 都會保留原先的動線 睡床就只能放在窗台旁邊 勉強都做到三邊落床 但通道就會窄些 而且做不到兩邊床頭櫃 就會沒有戶主想要那種酒店式套房的感覺 而床尾呢 雖然有比較多的空間可以做衣櫃 又或者放其他的家具 但其實有些位置是浪費了的 沒有充分利用到打通之後 所得到的133呎空間 相反新的布局 每一個位置都會是護住必經的動線 沒有多餘到 而且護住一起來的時候 還可以植望到綠油油的草地 和小量海景 房間都延續了淺色調 設計師特意訂造了 以灰色布藝設計的床頭版軟墊 又和睡房的氛圍 但床配牆就捨棄了全屋用開的布紋牆子 反而選擇了Pro3D打印的牆子 我們篩選了不同的物料狀態 例如特色牆子 例如Special Print 意大利7等等 覺得性價比和顏色都未達乎要求 我們利用他們3D印的效果 在我的角度來說就相宜很多 因為始終都是一張牆子 我們就需要注意本身的Pixel 即解像度的度數 若非編出來就會很模糊 第二件事就是 要和牆子公司溝通 就是我們本身想要的顏色 和它編出來的顏色 有沒有很大的落差 就會影響我們最終效果 設計師還專門在床旁邊 加了一盞特色的滲光燈 被護主晚上營造氛圍 由這裡轉進來 就是衣務間和工作間 有大約66呎 不過其實原先這個位置 才是主人套房 由於分隔這個空間 和外面沉區的長身是結構長 所以在先天條件上 已經形成了一個非常有利的環境 做一個比較隱蔽的衣務間 這個屋苑的另一個特點 就是每間房間都有一個很大的窗台 設計師都不想浪費這個位置 於是就在上面加了木側台面 稍為擴闊一下 就成為一張書桌 坐在這裡一會 都真是頗舒服的 尤其是下午陽光照進來的時候 不過我有個疑問 房間裡面這麼多櫃都做白色 每天這樣被陽光照著 不會變黃嗎? 以前我們如果做所謂焗漆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機會 就是曬得多會變黃 但現在科技日新月異情況下 我們都很多不同的藍米coating 本身油漆那種技術 都進步了很多 所以今次我就真的用了一個 藍米的技術去噴塗了 在焗漆的門板表面上 和一些長板的表面上 會令到內用性和內用度 都會提升很多 這裡就做了很多櫃 不過其實不說不說 這裡是隱藏了主人陶瓷 陶瓷和客戚一樣都不大 不過就有窗通風 為了省位 設計師都專門將地櫃做成梯形 讓裡面有更多的動動空間 單位就看完了 我想大家都會很想知道 究竟這樣的改動要用多少錢 整個裝修工程 就用了大概七十八萬五千元 花費最多的是泥水工程和訂造家具 首都作為整個日出看城的第一期 景觀相對沒有那麼大優勢 都是以望樓景為主 所以今次這個位置大單邊助數的單位 可以同時看到草地景和海景 已經是屬於屋苑裡的優質盤 雖然首都有大概十四年的樓齡 但仍然有一定的吸引力 始終價錢比新落城的奇數都相宜一些 又同樣都有有蓋杏仁天橋 接駁到商場和港鐵站 參考28House的網站 現在首都有大概三十個放盤 叫價由六百八十八萬起步 三房單位由八百五十萬至九百三十萬不等 價由一萬二千萬不等 雪磚牆之間的間隔 怎麼改動都可以 但結構牆絕對不能改動 是施工的大忌 就算申請了 亦都涉及極繁複的程序和時間 更加不可以說拆就拆 就算室內設計師 幾無知也好 符合資格的工程公司 根本就不會夠膽去做 不是那些什麼普通清拆師傅 可以做得到的 要找另外一些行家去切斷那些鋼筋 因為涉及樓宇的結構 安全責任 第三者責任 種種牽連 都有很大的問題 這位設計師 真是天真天真嬌 傻到自己 就好像當正自己 拿正牌一樣 這樣說給主持人 改動了間隔的位置 不要說是行內人 普通一個人 一看就知道有問題 是不是看到人家太美麗了 看到主持 所以他控制不住 什麼都說 吃了誠實豆沙包 現在他的設計網頁已經消失了 你們剛剛這條片也下架 但是設計公司 設計師名 單位為止 你可以看到警官流塵 全部都知道了 真的 易容走路都不行 這位 Adam Knight 應該沒有認錯人 沒有讀錯 這個人可以退休 那他那間公司 聽聞就是大陸公司 不要緊 如果還原 又不是隨便 找些專長封了就算 人家有鋼筋 是要經過政府部門 極複雜的程序 才可以解取order 而整個裝修 也牽連的範圍都很大 起碼客廳 電視櫃 整個主人房 門、天窗 和電 都差不多要拆光 重新來過 究竟要個室內設計師 加個工程公司 一起又蠢又瘋 才可以完成這件事 究竟有多瘋呢 另外 聽聞 業主 給了80萬裝修 現在其實 不要說醫護的業主 整棟樓 都多謝這位泥山 不少 是否很喜歡上班的那位泥山 都是叫泥山 你十分之勇敢 也沒什麼特別 免得多錯多 讓大家分享一下這條片 麻煩觀眾 踴躍留言 今晚也會繼續直播的時候 再說一下其他事情 這條片 人家已經下跌了 我又不知為何找到 等大家 和大家欣賞一下 喜歡就訂閱、分享 別人都三萬訂閱了 對吧 我記得一次 兩萬多 喜歡就訂閱、分享 謝謝 多謝大家的避免 再見 再見